HELLO 大家好 今天歡迎收看我的頻道 那今天這部影片就是來拍一下黃恢虎的獸武神話 那這隻馬其實他這個角色的機體就真的看上去不怎麼強 所以那個在配置的部分我都有去頂滿 那這個攻擊力就是有去加到一萬四千攻 那文章力的話都基本上有去點滿了 那就去那個測試一下吧 獸武神話以後那其實就是有去對應上四個陷阱 那分別地雷板塊 風扇跟傳送 那這個角色的陷阱組合來看的話那確實還算是比較泛用 那問題就是說他在陷阱對應的部分都是給的滿基礎 那所以就角色的機體能力來講的話就不是給的很吸引 那反擊殺手的話就可以去提高一點點的傷害吧 就這隻角色的機體的部分還真的是打一個很大的問號 那友情技的部分分別就是超強悠遊彈跟超絕爆炸 那其實他這個悠遊彈本身那個傷害或許就沒有到很高 那這部分就是需要透過這個超平衡型可能去獲得到的額外屬性倍率 跟反擊殺手去把它推高 那問題就是說他這個悠遊彈也不是一些比較強力的友情技 這那個在實戰下來的話其實都比較偏向於這個弱勢 對起碼也不是一招可以去充分打出傷害的友情技 所以這個友情技的部分也是那個有點不看好了 那SS的話就是8加12個回合這個小耗力 那這次他的賣點就是8回合的小耗力 那他這個機能回轉就很快 那基本上兩輪就可以去開始耗力 所以那個針對到這個戰鬥的話其實都是會蠻好用的 那我這邊的話我的黃迴虎就是去開一下這個二階 那SS的話也是來的蠻快的 那我所以這邊馬族直接看得到就是開二階就可以把它秒掉 那二階的倍率分別就是自己跟同伴都是會有1.5倍 那看這個倍率來說的話其實都不低 那去針對著一些版面上的敵人都可以那個很好都去做個清理咯 那來到這裡就是那個稍微的去清理一下那個小怪 那這邊的話剛好差一下就那個把它處理到 那我的二屁馬族看得到我的手上就是會有攻擊力提升的效果 因為大家就可以看得到它在那個版面上面 就是會有一些碰觸到就會獲得到攻擊力提升的小怪 那這個部分一般來講的話都是可以去透過這個摔領 來去那個央童班動起來 在他們動手術之前就那個可以去碰觸到這個小怪去獲得到攻擊力提升 那所以嘛就剛剛的狀況就是很快的就已經那個去把小怪去清理到 嗯這邊的話就那個先去把這個呂布去清理一下 那也這個進入到皇冠了 但是這邊就那個要慢慢去等那顆星吧 所以這邊的手術吧那就只能去過一下咯 畢竟它那個關卡機制啊它那個毒也是蠻痛的 那這邊剛好停車對 那去去把那個星去存一存吧 這邊啊就可以看得到我的小號嶺的二屆都已經回來了 那我這個位置我就那個稍微瞧一下吧 我就那個上下那去去也是把那個星先存一存 那我接下來的話就回來到我這個二屆手術的回合 那我目前這個血量也是剛好啦 那我這邊二屆我就決定去看一下這個帥靈吧 那這邊先去讓同班都去獲得到這個攻擊力提升的效果 那現在嘛就可以看得到就是我的這個萬屆會有這個攻擊力提升 那等一下就可以看得出這個效果了 那同一時間啦剛剛的狀況也是有去利用這個帥靈的倍率 就是去把黃絮撤掉 那這邊的話就可以看得到就是有三隻幽靈嘛 然後剛才我動的手術就是3P 所以這邊去觸發一下友情技啦看得到又有蛋 如果是獲得到攻擊力提升之後 那個再甩出來的友情技 那個去針對著那個友情技清零的小怪那個非常好處理 所以剛剛一口氣嘛就已經把它秒掉 那這邊的話再開個8個回合的SS 因為啦他8個回合的SS啦也沒有什麼好開不開的 那我在這邊先去做個小怪清理 然後就那個怡焰出門來嘛就是會去交換那些小怪 那我這個1P繼續開二屆 那其實一般也是會針對著黃去扣著這個SS 但是問題就是說我要先去讓我的同班 繼續獲得到攻擊力提升的效果 就是那個去把這個機制去突破開 那我這邊的話就可以看得到2P 4P 跟這個1P應該沒有效果了吧 對啊 那我這邊就是會有兩次會有攻擊力提升的效果 那我那個這邊嘛就是瞄著上面 然後那個微微的往著右邊嘛 順便去開個守護獸 那在這裡就可以看得到他的友情技輸出 哇這個4個3個悠遊彈就已經把那個小怪去甩掉了 那所以嘛這個在特殊的玩法來講的話也是偏好玩 那只不過這個角色對於新手或者大部分的玩家 這個效果就應該沒有到很大 那最後果實推薦的部分就是會去推薦到同族三天狀 或者就是加速必殺之力 那好吧那影片的部分就到這邊差不多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可以幫我按讚和按個訂閱 那就到這邊囉 掰掰 掰掰